娜娜,你让我给你找的男大学生,我找到了 在六号中,你放心,保证听话 不愧是妙妙精挑细选的大学生,质量真高 老子,别愁没苦脸的了,不就是应付家族催婚吗 我给您找了一个听话的相亲对象,马上就到了 行,你去外面守着吧,明白 沈志锦是吧 一个月三千,我保养你 保养?不是相亲吗 你是沈志锦吧 我是 真会取名,和京都首富交一个名 不过,你的情况我知道 京大的高材生,家庭贫困,母亲重病 一个月生活费不到五百 跟我一个月三千,比你那大学兼职强多了 干嘛去啊? 领证 走 这牌子怎么烦了 两类新人靠近一点 我沈志锦 居然被人用三千块 就搞定了 再来一张 谁 三千块 Boss,您一天都不只赚三千万 而且您不是应付随婚,才让我给您找了相亲对象吗 怎么能和他真结婚呢 没有结婚,是包养 哎呀,可是这个苏暖暖也不是我给您找的相亲姑娘啊 嗯 反正要应付家族退婚 结婚了不是更上事吗 何况 他和以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女人都是拜金的 您可是沈志总裁 京都首富 要是让他知道了您的事 行了 我自有分寸 你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干这个 你包养了我 还要送我一套房 看了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空门 空门的人才不会包吃包住呢 这个是储物间的钥匙 打扫工具都在里面 全屋打扫 厨房打扫仔细一点 那是我做奶茶饮料的地方 这就是你包养的态度 我可是你的金主 又不缠你身子 在我这儿 祭司雀也得干活 我不会干活 没什么事 我回家了 这才几点你就要回家 你家家挺严啊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好吧好吧 我没有调侃你的意思 让你扫地 是想让你把丢到地上的尊严 捡起来 好好干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喂 立刻过来 沈总 大半夜叫我来 是不是有几十亿的生意要谈 我把咱们公司 年入百万的精英 都叫来了 我们 时刻 准备着 所有的工具都在那个房间 全屋打扫 尤其是厨房 打扫干净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快快快快 走走走走 快去快去 房东太太 我老公你也看到了 您说的夫妻入住房租水电全免的事情 只要你们是真爱 我就再给你们免租一年 我爱你 默默的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房东太太 千万不能让房东太太知道 我老公只是我包养的男大学生 哇 仙尘不染啊 沈志姐 干活的你真帅 你包养我 就是为了找一个固定保姆啊 作为你的金主 我没有让你现身 你总得从其他方面补偿补偿吧 来 再给你一个惊喜 离婚协议 苏暖暖 结婚不到24小时你就要离婚 你玩我 你是因为想应付你妈 我是想紧免房租 结婚只是给房东太太看的 现在离婚双赢 谁跟你双赢 又能免租 又能招保姆 我看是你赢两次 你就说你签不签吧 签不签 我 不签 不是说这个男大学生很听话吗 完了 又玩多了 苏暖暖 玩弄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不是玩弄感情的渣女 我 沈志勤怎么突然这么强势 本小姐刚刚差点没把持住 下次抱抱了 南南 你们吵架了 早结婚的事可不能被发现 没有没有 我馋他馋的厉害 他害羞了 是吧老公 那个 新婚药儿 注意身体 暖暖 这个合同啊 我已经签好了 睡店房租全免 太好了 谢谢房东太太 那就 不打扰你们俩了 我是主卧 你是客户 客户床天太硬 你去睡 分不清大小王是吧 出去 房东太太 南南 注意节制 可别喜提贵死了 我是不是在那边吗 你们分床睡啊 我困了 老公 快帮我回卧室睡觉 玩玩玩 我包衍的南大学生居然和京多首富同一个名字 有了 能占大钱了 怎么打雷了 江特主 老公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董事会都急疯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我这段时间回不去 明天派人送你家电家具来这里 家具 你还真打算常住啊 对 尤其是床垫 要精挑细选 您最喜欢的五百万那款行吗 如果五百万的新两款买不到 两百万的那款 也没想到用 好的 对了 包子 公公不发现 最近有人在以您未婚妻的名义 招邮撞骗 随便找个法务 是 沈志杰 什么事 来 暖床 我没这下业务 起来吧 金主大人 这位金主大人睡着的时候 还蛮可爱的吗 还会做早餐 好好努力 你这个老公 也能越来越逼真了 快吃吧 可不能让他知道 这早餐怎么来的 日新定制外卖为您服务 祝您用餐愉快 最近有不法分子 冒充京都首富 沈志锦的未婚妻招邀撞骗 首富已通知法务部 将严肃追究此事 这么快就要暴露了吧 我吃饱了 我去收拾家先回店里了 你去损护你母亲吧 根据法务部调查 猫冲您未婚妻的 很可能就是 包养了您的那个女人 老子 女人都很外戒 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你好 你好 特价奶茶 看一看 京都首富都爱喝的奶茶 这不是包养了我的那个女人吗 她怎么在这 行情好不好 好人大富大贵 剩点钱吧 洗开 来 这边 包子 女人都很外戒 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果然败戒 先生 把钱收好 以后不要再被骗了 姑娘 谢谢你 那是个盲人 你给我起来 你装起盖芯片 在市中心都有三套房了还不知足 连盲人的钱都骗 你要是再骗人 我就报警了 你这臭婆娘多管闲事啊 你行不行我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滚 暖暖 是我误会你了 啊 误会什么 这是 是我随便画的一点小玩意儿 造谣自己是首富未婚妻的人 果然是你 不不不 我没有造谣 顶多就是利用小姑娘仰慕豪文总裁的梦 我告诉他们 连京都首富都爱喝我们店里的奶茶 只要来喝就有机会和首富共进烛光晚餐 那你不怕他追责 我还怕他不来 我见他一次 打一次 我们之间有仇怨吗 如果有人非要见首富 你怎么办 你装首富啊 老板你回来了 拿去放好吧 好 这 苏暖暖 我的好姐姐 我要举报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我要举报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你以为我是你啊 你个抢别人未婚夫的小三 我这里不接待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 你 你敢打我 你这辈子别想回家吗 我打你就打你 还要跳日子啊 那个赌窝 只有你这种垃圾才想回 苏暖暖 你冒充首富的未婚妻死定了 苏灵 我只是说首富喜欢喝奶茶 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别人的未婚妻 有本事你就举报啊 我最多赔点钱 赔钱 首富已经通知了法务部要严肃追究此事 我的未婚夫刚好被提拔成为法务部的部长 经过我的受益 他已经将这家奶茶店提交给银行 进行慈善法拍了 我绝不会让外婆的奶茶店落入你们的手里 挺你一个人 要怎么阻止我们呢 这家店挺好的 可惜啊 很快 就是我的了呢 谁让你冒充首富的未婚妻呢 你笑什么笑 你谁啊 你没资格知道 审视集团法务部来搜查证据 你们终于来了 就是这个女人竟敢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快把她抓起来 让她倾家荡产坐牢 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首 首富 他就是首富啊 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首 首富 他就是首富啊 完了完了 奶茶店要倒闭了 可别帮我抱了 还不快走 哎 怎么走了 罚她呀 罚什么罚 把小姑娘憋上绝路 对你有什么好处 就这么走了 沈志姐 这么大的麻烦 居然这么轻易就解决了 还不难道 是为你帅的了 保元你的性价底 真的太干了 苏南达 苏南达 是你的 我偏要折 刚才吓坏了吧 来 喝杯奶茶压压惊 哎 我从来不喝这个东西 我亲手做的 你尝尝吗 我亲手做的 你尝尝吗 给 你这个牌子的西服 是高级定制 没有一百万拿不下来 这个 裁缝店高级A货 不值钱 哎 你这百打斐力的手表 至少三百万 山寨的 你追一千万的劳斯莱斯 这个是我 你 不值我一个金主 没事 我都懂 为了给你妈看病 你还真是不容易 对了 老人都喜欢吃甜的 木糖纯的 老人啊 还是要少吃点糖 嗯 你怎么 这么了解老人 我外婆老年痴呆 所以我经常去 疗养院看她 沈志姐 你和苏南暖的丑事 我已经知道了 让开 苏南暖她 一个月给你多少 十个月三千 两千了 我当你金主 十个月 给你一万 请你自重 深藏 沈志姐 你知道苏南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她白金 还勾引别的男人 她就是个烂货 管好你的嘴 我的妻子还轮不到你来评价 你先管好自己 你的未婚夫 吃到你私底下 是这么不堪吗 苏南暖 你给我等着 金与你 金丝却赏大了 都知道维护主人了 房东太太 晚上好 南南晚上好 大晚上还这么亲日 明天晚上啊 首富举办慈善晚宴 你陪我一块去吧 若不定还能和首富拉投资哦 抱歉啊 房东太太 家里虽生 我和老公 准备造小人呢 啊 啊 沈志姐 别处着不动眼啊 怎么样 怎么亲密怎么来 谁让你亲了 在万人面前 最亲密的是亲吻 你们感情啊 是真好 我们是真啊 我就不打扰你们 甜蜜了 沈志姐 你有没有发现 家里的家居外表都一样 是感觉提升了 一百个档次 你觉得舒服就好 哎呀 轻点轻点 这是几百万的东西啊 慢慢放 都是高级货 能不舒服吗 我外婆老年痴呆 所以我经常去疗养员看她 我不会让外婆的奶茶店落入你们的手里 这家奶茶店 是她外婆留给她的 买下的 波子 你应该不会动心了吧 苏待轻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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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jk 您还可以令 allez 你还有一点 外婆留给你的奶茶店 你还帮我在今晚进行慈善法拍 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你凭什么拍卖我的奶茶店 谁让你胆大包天竟敢冒充首富的未婚妻 我没有冒充 你还是来看看吧 看我拍到奶茶店之后 怎么一把火给它烧了 你敢 外婆老年时代 奶茶店是她发病时唯一能找到的地方 我必须守护好她 苏暖暖在里面吗 在里面 暖暖 有我在 没人能欺负你 你让我来慈善晚宴 又是这么招待我的吗 你手上的手镯是 想不到你外婆 我手上竟然戴着一枚唐代的古董手镯 可惜 现在是我的了 苏灵 你把我外婆怎么了 我对那个老东西没有兴趣 但是属于你的东西 我一定要毁掉 今晚的慈善晚宴上 你将一无所有 苏暖暖 你冒仇首富的未婚妻 谁敢得罪首富帮你 那个被你保养的男大学生吗 你就是一个无依无客的小丑 你还不知道吧 你外婆留给你的奶茶店 处在三条高铁的逼京之路上 是指五亿 你卖十辈子奶茶都买不起 你那傻子外婆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苏灵 你真恶毒 苏暖暖这个败金虚荣的女人造谣 说首富是她舔狗 还到处找别的男人 知三当三 私生活混乱 不知道染了多少脏病 曝光她 就是给自己积福 这就是证据 快看快看 首富到了 听到了吗 首富来了 你将身败名利 像狗一样被首富赶出万业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个败金的 给我滚 给我滚 上 你没事吧 嗯 苏暖暖不是我的未婚妻 是妻子 苏暖暖不是我的未婚妻 是妻子 沈之锦 她是你妻子又怎么样 你只是一个穷大学生 又不是京都首富 首富 对京都首富尊重点 圣灵科技的张总 您接着试过 您说她是不是首富 这不是房东太太吗 哎呀 京都首富 好久不见呢 怎么会 哎 暖暖 难道你还不知道 你老公 是京都首富吗 啊 房东太太 在帮我们打眼库 哎呀 老公 原来你是京都首富呀 这么大的事 居然都不告诉我 这股穷大学生会是首富 我不信 这股穷大学生会是首富 我不信 你为什么要为我当球啊 我可是你的金主 怎么能让金丝绝受委屈呢 暖暖 应该是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小嘴真甜 每个月保养费 再加一百块 保养费 神之锦 你果然不是首富 穷鬼 配烂货 两条底纯 你的嘴巴是马桶吗 这么臭 苏暖暖 造谣诽谤 三年一下有期徒刑 管好你的嘴 苏黎 暖暖给你赚钱治病的时候 你却跟他的未婚夫搞在一起 吃三当三 舔不知之 不许可 这只劈的 不许怕 自作孽不可活 苏暖暖奶茶店 已经被提交到银行进行法拍了 拍卖会马上开始 苏暖暖 我看你靠这个穷大学生 怎么跟我抢 夫人 我都说了我是京都首富 她居然到现在还不想写 她真吃亏了 神之锦 可以了 装 继续装 有本事我们拍卖会上见了 你真的要去吗 真首富 可是会在拍卖会上登场哦 我要是说 我就是真首富呢 这也没发烧呀 你要是首富 那我岂不是首富夫人了 走 换件衣服 我们去拍卖会刷脸 你真是只嚣张的金丝雀 顶车拿不到 你拿高定服也吗 八三 是礼服中最便宜的也要五百万 我只要结果 我派人去取顶车了 还有三十分钟到 那个 帮我带一下 好 小心 那个 这条裙子真的是地摊货吗 不是多少钱 你等等 我再去找人给你找更好的衣服 不用了 已经足够完美了 我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走走走 苏暖暖在哪里 滚出来 他在这 苏暖暖在哪里 滚出来 他在这 放孙重点 你就是他包养的穷大学生吧 三千块就能被人玩 还真是廉价呀 闭嘴 不要自己脏 就一想别人也脏 我和沈世锦不是保养关系 他是我丈夫 不是像你和苏灵那种 见不得光的关系 谢谢夫人为我证明 甜的 拍卖场上金钱几日遵掩 你苏暖暖暖 该不会是想靠着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把奶茶店给拍下来吧 奶茶店处在三条高铁必经之路上 市值五亿 起拍价五千万 苏暖暖连竞拍的资格都没有 不好意思啊 姐姐 又抢了你的东西呢 无耻 我拍给你 你 我可是沈世集团的法务部部长 你一个穷大学生 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我 值得吗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只有愿不愿意 像你这种利益至上的人 永远不懂 也不配 拍卖会马上开始 沈世锦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如昨晚 Boss 夫人的奶茶店 在拍卖名单上无法撤出 那就二十亿买下来 二十亿 那块第十亿也不值啊 二十亿太贵了 我要的就是无人敢和我争 这是今天的第十号拍品 起拍价五千万 外婆留给我的奶茶店 别担心 六千万 下一回可是七千万了 沈世锦 该你表演了 七千万 七万块 就要了他的命 七千万 我连争的资格都没有 你的傻子外婆 找到这儿 肯定会被车撞死 宋楠楠 要不然你快下来求求我 冯恒 你神经病啊 一亿 沈世锦 奶茶店是法拍 恶意扰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对你一亿非凡 金钱无法衡量 问题是我没钱啊 我有钱 唉 你一个学生 能有多少钱 提议 沈世锦 你疯了吧 三亿 沈世锦 你敢不敢跟了 沈世锦 从后是为公司拍地 有资金有靠山 他在对你用迹象法 别上当 没事 八亿 不敢跟就滚出去 你的尊严不止八亿 八块都算抬举你 廉价的灵魂 一闻不止 你欺人太甚 拍卖场上 金钱几时尊严 方河 无能狂目 就太难看了 好 九亿 九亿 这位先生出嫁九亿 还有加价的没有 九亿一字 沈世锦 你怎么不跟了 九亿 九牛一毛 只是我太太心情不好 所以我不想跟了 你行 你上啊 帅 九亿两字 你真没走 你真不跟了 倒也不是不可以 跪下 给我夫人道歉 要不说九亿我就得坐牢 九亿 对不起 不要当冤大头 他给你道歉 你不开心吗 确实是解析 但我更担心你 沈世锦 你看信 多少钱都值得 九亿第三 二十亿 沈世锦 二十亿 这块地 最多五亿 没有人能出更高的家 当然了 你也付不起 这老你做定了 首富出资二十亿 曾交 难道他真是首富 首富是我朋友 一会儿去许奶茶店吧 朋友 抱歉 您的卡无法使用 为什么 您的拍卖卡已被法务部动紧 哼 舅舅 帮我封了苏暖暖的卡 我来 说我的 你哪来的拍卖卡 你放心吧 来 奶茶店钥匙 不归远处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谢谢你 这是首富才有的 至尊拍卖卡 难道 他真的是首富 暖暖 你必须说谢谢 我更想替你说喜欢我 什么 这是你第一次 楚冬拥抱我 以后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无数次 索暖暖 还让我发现你可以啊 之前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连手都不让我进 如今这沈之锦 这么轻易就让你投货做棒 你可真是廉价呀 你 你 闭嘴 你 他手上有至尊拍卖卡 卡给你 随便刷 不用 首富先生 我呢 是法务部部长 我叫封衡 我不是首富 这张卡 是我从首富那儿借的 你 给暖暖道歉 给夫人 给苏小姐跪下道歉 横哥 他能从首富那里借到至总卡 说明关系不一般 舍弄他 你工作不保 腿不切 对上奉承攀附 对下七五压制 真恶心 过来 老三 夫人的卡 非冻结是冯衡做的 先接封 把冯衡和苏林的卡 都封了 是 冯衡是沈氏集团的法务部部长 开了他 是 横哥刚才 可是花了三百万 给我买了一套房 放心 他肯定不会写你名字的 给我看看 冯衡 狠蛋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别给脸 不要脸 抱歉先生 您的卡无法使用 若一分钟内未完成付款 拍品将退还给所有者 这 舅舅 你为什么封我来卡 因为你老子工作都丢了 都滚 这 苏林 要不然你先把钱垫付了 等我的卡解封之后 立马还你 除非 户主加上我的名字 再写 一百五十万的欠条 你别太过分 我可不是苏男暖 无常给你做五年保姆 还照顾你那瘫痪的母亲 还被你偏王所有的钱 好好好 快快快快 抱歉先生 这张卡也被冻结了 什么 这 我知道了 可能是你这个小白脸 求你清楚干的 我 住手 你 再逗一个试试 我法务天了 来人哪 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我 没事的 我都要看看 谁敢 我是法务部部长 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们一起又无阳威 谁在这闹事 他不滚 你滚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抓错人了 抓错人了 我是法务部的 你被开除了 别别别 刘董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被冤枉的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机会 把他俩都给我带走 别动我 刘董 放开我 为什么呀刘董 放开我 暖暖 我们回家吧 别难过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拍卖会后还能抽奖 首富 无法参加拍卖会 为了弥补大家 特意举办了这场 免费的抽奖 里面准备了 特殊的奖品 哇 特殊的奖品 真的假的 首富 没兴趣 你竟然这么讨厌首富 就应该狠狠地占得便宜 走 打开看看 我外婆手肘的拍卖券 神之锦 你是我的神 等一下 我今天帮你这么大个忙 你是不是应该 回馈我点什么 你想要什么 欢迎下次光临 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苏小姐 我十分看好你的店 准备投资四千万 您是因为沈志锦 所以才想投资的吗 和他有点关系 就是boss让我给您投资的 江总 您一个月给沈志锦多少钱 他家境困难 您可要好好对待他 我俩可不是那种关系 我请他给我弟弟辅导功课 一节课三十 您怎么这么抠呀 不好意思 能省则什么 江总 京大学生市面上的价格 一节补课费是三百 沈志锦是学神 如果您能给到他一节课六百 我 免费送您一瓶奶茶 好 听你的 再见 老板老板 你不是说半年卡就能和首付约会吗 什么时候 嗯 你明晚有空吗 应该 喂 老三 明天晚上有一个一百亿的项目 你明天务必要参加 嗯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明晚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我能解决 早点睡 我给你们拍照 哎 他连刀叉的不会 真的是首付 你吗 不愿意拿筷子 烛光晚餐吃的就是这个氛围 鲜花美酒音乐美人 一天一百块钱 还这么多要求 我不演了 哎 老板你居然骗我 我要曝光你 你听我狡辩 哎呀 不是 你听我解释 首付他 首付 哇 好帅啊 首付 你不是有事吗 你的事 永远低位 报三 我刚才看见夫人和一个男人一起吃饭 还拍了亲密照 帮子 一百亿的订单您不行了吗 欠什么钱 松脑脑的红杏出墙了 请坐 哇 好帅啊 老板 给我们拍张合影吧 离我远点 老板 过来 演戏演到底 乖了 我不喜欢你以外的女人靠近我 为了奶茶店的名声 求求你 就帮我这一次 我给你奖励 我不要钱 那我答应你一个条件 任意 任意条件 嗯 等等 首付他不喜欢和别人接触 我帮你们拍合照吧 嗯 来三二一 发你了 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好 你被骗了 沈之锦 就是被苏暖暖包养的穷大学生 根本不是首付 苏灵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揭穿你的真命 这一次 看你怎么解释 上次运行好 拿回了奶茶店 可是 你守得住 苏暖暖 是你的 我偏要扯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 哼 你是 什么 什么都要抢 我告诉你 我不仅会守住奶茶店 我还会过得越来越好 看着你们一个一个得到报应 我偏不让你得意 有我在 谁都别想伤害暖暖 他们会上让你装了一次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我马上在你证明首付是谁 到时候 麻烦你做一下我的证人 我要报警 好 我通过关系 拿到了首付的联系电话 电话一打 你马上远行回路 你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头再拨 这 这做什么 报警 苏联买头秘书得到了您的临时电话 以防万一我已经将号码输销了 这样的事情 没有第二次 是 秘书已经被开除了 刚才电话 是江总打来的 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吧 我刚才都听到 你打过去的是空号 你一定是嫉妒我 跟守护共享烛光晚餐 小丑 你 我们回家吧 有点事 等我一下 好 什么事啊 百亿订单 签也成功了 宝萄 你要不要和夫人坦白自己的身份 他好像不喜欢守护 我再等他 你闪婚 是因为他身上有白月光的样子 苏暖暖 你以为沈知锦是真的爱你吗 你不过是他白月光的替身 谁 啊 没有啊 那那不是谁的影子 你喜欢夫人 五年前救我的那个女人 是恩人 是恩人不是爱人 包子 你呀 坠入爱河了 你以为沈知己维护你 是喜欢你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替身而已 别发疯 不信了 你闪婚 是因为他身上有白月光的样子 你拿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视频 想证明什么 沈知锦就不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人 你自欺欺人的样子 真可笑 苏暖暖 你现在得到的宠爱 都是偷沈知锦白月光的 什么不要脸 沈知锦之前爱过谁我不在乎 他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对了 你怕自己未来姐夫床的事情 请取事皆知 你才是真的不要脸 没事吧 你找错欺负对象了 苏灵 我不喜欢打女人 如果你再少暖暖的麻烦 我让你生不死 走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以为沈知锦维护你 是喜欢你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替身而已 苏暖暖 你现在得到的宠爱 都是偷沈知锦白月光的 真不要脸 喂 苏暖 我难受 干杯 苏暖 沈知锦维护心里有一个白月光 好大的狗胆 我帮你挑人的时候 他说自己没有任何恋爱经验 骗子 你等着 我去把他脸打来 他这么帅一张脸 要是跟你打坏了 你陪我 苏暖 你这状态 你应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五年前你可是救过宠妇 当宠妇夫人你都配得上 我才不喜欢什么宠妇 我喜欢沈知锦 呸呸呸呸呸 喜欢的人倒霉一辈子 多少前辈的前车之鉴 包养嘛 完成外婆想看你结婚的心愿就行了 你该不会要带他去见外婆吧 嗯 带 喂 沈知锦 沈知锦 你好香啊 用的什么香水 我没有用香水的习惯 怎么乱 肯定有 你是不是藏这儿了 宠妇乱 你别乱动 我没乱动 但是他 跳得好快啊 他是不是生病了 亲一亲就好了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这么亲我的 我都不肯定是 他在我的 我不信 我都不想 晚安 外婆 这是我丈夫 外婆 这是我丈夫 外婆 你好 我叫沈志锦 你看见暖暖了吗 喂 暖暖 你爸查到了你外婆住的两养院 他带着赌场的人催战来了 外婆 我们又得搬家了 谁要来 我爸 来了来了 他来了 快跑 暖暖快跑 疼吗 你快待外婆先走 我去办理退院手续 嗯 快快快 快快快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跟我进去 快快快快快点 就在这 在前面 走 人呐 苏联说人在 你个耍老子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 苏暖暖 不要弄死你 这种高弹来两院 每个月费用至少三十万 江总真的免费让我外婆住 嗯 这里十分安全 外人进出十分银隔 在这里外婆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 立刻安排一家高达梁养院 然后派车来接我 沈志姐 斩你的福 谢谢 心情好了 那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嗯 有问必答 这几天你为什么刻意避开我 心情不好 暖暖 嗯 哼 哼 苏和这个畜生 虐待了暖暖十八年 还偷暖暖的设计稿去卖 医生说 我换上了老年吃饭 以后谁来疼他 文婆 您放心 暖暖以后就交给我了 诶 暖暖 这个沈志姐 虽然穷 但还挺能扛事的 比你前为婚夫强一万 冯衡哪配合沈志姐比啊 话说 好久没看到她了 她人呢 她呀 翻诈骗罪 进监狱才不认击权 活该 都是报应 暖暖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你说 沈志姐的白月光 到底是谁啊 不知道 前几天是谁 信誓旦旦的 说不介意 诶 你看你这个样子 还说不喜欢她 我是喜欢她 所以才会介意 放心吧 沈志姐三番五次 为你出头 肯定更爱你 我刚刚查了一下 沈志姐母亲的病 至少需要三百万 她一个穷大学生 肯定没有这么多钱 我要怎么帮她呀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 全球珠宝设计大赛 得了第一名 就能拿一百万 而且还能入职 甚地爱珠宝设计公司呢 嫩嫩 以前很多知名设计师 用的是你的设计杆 你去参赛 绝对能拿第一名 Boss 集团旗下的珠宝设计公司 圣地亚风公司 出现了超级 最讨厌正习了 让公司的所有设计师 全部参加 全球珠宝设计大赛 趁机查一查 好有创意的事 再好也没用 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用 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赚钱 珠宝设计大赛的报名资格 是什么情况 包子 不是您下令 不能以个人名义报名吗 修改规则 允许个人报名 怎么一下给我那么多钱 一次性报三年 我听妙妙说了 你母亲手术第一阶段 费用需要一百万 我卖了点设计稿 多赚点钱 尽快给你妈妈治病 如果这是我报名什么 那事 暖暖一定会和我一道领端 暖暖 我听江总说 这个当赛 好像允许个人报名 你试试 哇 真的报名成功了 太好了 你妈妈的病 有前置了 恭喜苏南暖 获得冠军 我举报苏南暖抄袭 我才是冠军 你 苏灵 你从小到大连画笔都没动过 你懂设计 这是我五年前设计的 苏南暖 这次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抄袭可耻 圣地亚是珠宝设计师的圣地 不欢迎你苏南暖这种人 苏南暖设计元素 和我们的装在一起了 她是个惯常 这个设计 是我为外婆创作的 你只是拍照而已 我有视频为证 居然还录视频 难道 视频在外婆的手机里 糟了 视频在外婆的手机里 苏南暖 不仅抄袭 还是个骗子 视频呢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狠狠打我脸啊 拿不出来 就滚出去 我才是冠军 苏灵 你偷心不改 我的东西 你别想拿走 你的证据呢 证据在我这 证据在我这 这 就是证据 就是你这个穷学生 他跟苏南暖是一伙的 不可信 放 这是我的外孙女 她现在在画画 哎 画得真好 不 这视频是假的 这个视频不可信 骗人的 视频不可信 你可信 哎哟 看我外孙女画画 这是我的外孙女 她现在在画画 画得真好啊 外婆你看 好看吗 太好看了 好了 外婆 吃饭去吧 好呀 苏南暖画得真好 是我的了 苏灵 你刺头刺刺头 你真无耻 你以为自己有多宝贵吗 你夺惯在设计图里 装了那么多的设计师元素 抄袭元素 就不是抄袭了 原来是他们买了 我们设计稿 那这些呢 这些可以证明 你们在场的每个人 都在抄袭苏南暖的设计稿 公司知道了 肯定会开除我的 都怪你 这 这 苏灵 我不会放过你的 苏灵 你的姐 可以 Boss 虽然这三个设计师 是公司的精英 但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全部开除 还有 夫人得了第一名 要不要邀请她入职公司 不然呢 夫人 实至名归 沈志姐 我入职圣地亚珠宝设计公司了 我要给你加钱 一个月 两万 圣地亚给普通员工 一个月才三万元钱 你给我两万 会不会太两口 不能因为受过伤就不敢按 一月费时 我要扶你青云制 君子一诺 中天金 哼 明天能能入职 别让她说 好 怎么还没来 就是 你们还不来 这都几点 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啊 你不知道吧 今天总裁夫人入职 大家都想一睹她的方言呢 你们猜总裁夫人今天开的什么车 劳斯莱斯 肯定很华丽呀 就是 老板娘下来体验生活呀 是这里没错 是不是那个 来了 买老板娘下来体验生活呀 坏 是你的 说的是我吗 我是设计部的经理郑云航 您里边请 总裁夫人明天到公司 别带满了 明白 总裁夫人肯定是开豪车的吧 走 你怎么也来了 苏暖暖 你可看清楚了 这里可是珠宝设计公司 不是人人都能进的奶茶进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有格调的人 没人会喝五块钱的奶茶 别在这里自取其数 谁说我是来卖奶茶的 我是圣地亚特邀设计师 比你这种靠走后门的人高贵 天哪 她就是顶级设计师 苏林盗用苏暖暖的作品 还能进公司 谁让她是总裁夫人呢 苏暖暖是吧 你是特邀也不必高傲 这位可是咱们总裁夫人 你最好对她尊敬点 苏林 上一次你抢了我的卫公公 这一次你又抢了谁的老公呀 你 开除她 立刻把上 夫人 她是设计大赛的冠军 这还没进公司就被开除了 传出去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 这五个小时都办不好 不是 夫人 您大人有大量 咱们不跟她结交啊 这边 请 啊 你 啊 去给我泡杯咖啡 你没手吗 我劝你别得罪我 我是总裁夫人 我不开心 随时可以让你滚蛋 你的咖啡 哎呀 又想偷东西 我是怕玉佩挡着你不好擦咖啡子 好心当成驴肝肺 李尚往来 苏林 别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对我 我可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 疯子 我要开了你 第一天进公司 就差点被开了 苏林那个 死 烦死了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你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你手臂上有小水泡 谁烫的你 我已经反击了 没事 小心干燃 来 给你上点药 疼不疼 有点 有人跟我说 疼的时候 先紧就好了 亲的话伤口会感染 药就白上了 那就换一个地方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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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总裁夫人 这是什么 哦 呃 总裁要在别墅 给白小姐举行接风宴 老夫人呢 让我将这对翡翠手镯送过去 给我吧 我来送 好嘞 好嘞 第二次打开手势盒 手镯会变成碎片 一小时之内 送到塔宫六十六号 晚一秒 已休想过实习期 抓住一点小小的权力就要武扬威 时早会摔得粉身碎骨 哼 沈总 外面在干什么 哎哟 这不是您未婚期的接风宴吗 我 我第一次和人接吻 我也是 你之前做金丝雀的时候和其他金主没有 宋暖暖 我只做你一个人的金丝雀 对别人 都是卖一步卖身 你还真当我是一个随便的人 之前你要不是走投无路 也不会接受我的包养 其实也没有走投无路吧 其实我是 咱们结婚三个月了 你见过我外婆 我还没见过婆婆呢 她在哪家医院啊 我得找时间去看望一下 怎么那么着急 以前没想过和你有未来 现在当然得好好规划一下 我们都领证了 还没见过婆婆呢 好 我安排一下 你在公司受到欺负 告诉我 别一个人扛着 嗯 我已经结婚了 可是夫人和老爷子不知道啊 他们看你年龄越来越大 婚姻大事没着落 他们也着急不是 这不恰好 你那逃婚的前未婚妻回国了 所以 这 你没跟他们说我已经结婚了吗 哎呦 您的事得您自个说呀 立刻解决这场道局 哎 我已经结婚了 你们惹出来的事 你们自己解决 哎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今天晚上 带我儿媳妇回来吃饭 哎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今天晚上 带我儿媳妇回来吃饭 老头子 都怪你 乱点什么越样谱 我都跟你说过了 他抛弃小姐 就没有资格嫁入我们沈家 哎 你倒好 你偏要为他举办什么 接风宴 哎 您好 这里是在举办宴会吗 白小姐回国了 夫人和老爷在为她举行接风宴 你是圣地亚的设计师吧 东西放屋里就行 嗯 好 哇 不愧是顶级好宅 哎 老公这里是总裁的别墅 你怎么在这儿 嗯 我 我来给这别墅主人的孩子补习 你怎么来这儿 我来替公司送首饰 对了 我告诉你个秘密 这个别墅的主人 是苏玲的丈夫 你当心苏玲给你穿小鞋 谁造的呀 苏玲怎么可能是我 我老板的妻子呢 你在别墅没见过她 没见过 再说 别墅主人哪瞧得上她呀 那她可能是还没回过别墅吧 你别气了 气坏了我心疼 她不是这里的女主人 你才是 啊 那个 我看你挺喜欢这棵别墅的 等我赚钱了把它买下来 以后 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 你的红图伟业 一定能实现 走 我带你看看 沈先生 现在已经布置好了 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吗 大喊大叫没规矩 啊 你先出去 有事再叫你啊 啊 好 嘿 江总什么时候姓沈了 这不是应该问的问题 啊 我姓沈 明江 哈哈哈 都叫我江总 其实我原名是姓沈的 哈哈哈 这你我都临时感性了 江总的品位真独特 苏灵也喜欢 苏灵 别开玩笑 她配不上我 她不是您的夫人吗 公司人人皆知 造谣的 哦 原来她是在冒充总裁夫人 对了江总 我代表公司来送手镯 您看看 第二次打开手势盒 手镯会变成碎片 哼 这手镯全国独有啊 就这一副 三千万的 大惊小怪 这手镯 一看就是假的 哪里值三千万 最多三百 真的 假的 你看 这预料 极品预料 这做工 顶级大师造造 我母亲是古董修复师 我从小在她身边 耳熏目着 这个手镯 意义就是假的 沈志锦 你说了不算 还得江总开口 你看她的表情 这个应该是真的 江总 你说 你想被开除吗 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 假的 圣地亚是珠宝设计师的梦中情思 成立百年来从未出现过艳品 她的品牌信誉度绝对没问题 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个手镯除了你 之前还有谁碰过 苏灵 那应该是苏灵动的手枪 就算被 手镯突然碎裂 也和她脱步无关系 他切出我证 我一定要追究到你 江总 既然是艳品 那我就替暖暖 陪你这三百块 想清楚 这是三千万 倒查清楚 是不是苏灵状 如果是她 送去监狱 儿子 让我看看我儿媳妇长什么样 水珠姐 你妈呢 不是病中在床无法下地吗 病相好转啊 我妈怎么在这儿 我也是傻儿才发现的 你放心 我把你和夫人的情况跟她说了 你就是暖暖吧 别站着了 来 坐下说 你去泡茶 好 阿姨 江总还在呢 是不是有点太自来熟了 你也坐 是 这儿也行 江总啊尊老爱幼 在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 是不是 是 您怎么在江总的别墅呀 喝茶 喝茶 你跟小锦结婚啊 连婚戒都没买 当时太快了 没想到 都结婚三个月了 还没想到 你这是敷衍我儿媳 妈 她不是故意的 拿江总的戒指 她不介意吗 这是我祖传的 她管不着 是古董吧 不行 这太贵重了 不能收 何止贵呀 你拿着这枚戒指 去瑞士银行 能马上取出一百亿呀 这个呀 上面的宝石是假的 就算是顶级的设计师 也看不出来 实际不值钱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妈给你的心意 谢谢妈妈 妈 儿媳你也看到了 我们就先走了 这些东西你收上 儿媳 我 是这里的总保姆 我好意思阿姨 我和沈志锦领证那么久 都没有时间去看您 您的病好转了吗 第一期手术的一百万费用 我已经凑齐了 钱的事您不用担心 您就好好养病 您的病需要静养 保姆还是先别做了 真是好孩子 善良孝顺 能娶到暖暖啊 是你的福气 阿姨 我一看到您 就和看到妈妈一样亲切 我可以抱抱您吗 真是苦命的孩子 你家个小举啊 就是我儿媳妇 我以后啊 就是你妈妈 妈 好 孩子 你等着啊 谢天谢地 终于有人 要我儿子了 我要给我儿媳最好的 儿媳 老头子怎么在这儿啊 您也没问他呀 儿媳妇 小锦这么穷 你对她不离不弃 真是个好姑娘 这小子啊 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尽管告诉我 我打断她的腿 对 你爸爸不是去世了吗 这是 继父 继父 不是 继父也是父 儿媳妇 你能叫我一声爸爸吗 爸 嘿嘿 初次见面 我也没准备什么 这张支票 是给你的聘礼 随便话 一百亿 又是一百亿 我爸他脑子有问题 病重的吗 脑子有问题的爸 这些年 你独自撑起一个家 真不容易 总裁 白小姐的车 还有五分钟到达 我们先走了 诶等等 江总对我们一家 这么照顾 翡翠手镯因我而碎 不管她是真是假 这都是江总 精心给白小姐 准备的礼物 我想 好好和白小姐解释清楚 不能让江总为难 不用谨慎 我和她不少了 真的没事吗 没事 有事儿 江总 我差点就露馅儿了 别死死 这可是价值一百亿的支票 你不会把爸爸的玩笑 当真了吧 国内的支票我见过 这支票是假的 而且爸爸的情况 怎么说也是爸爸的心意 好好留着 放心 白小姐 您来了 爸 您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呀 我 管家 那你们一家 都在为江总服务 你是过非他们一家 嗯 江总 以前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请您多多包涵 多谢您照顾爸爸妈妈 还有沈志锦 谢谢您 应该的应该的 爸妈 时间不早了 我带暖暖先走啊 爸 妈 我下次再来看你们吧 好好好 你呀 工作这么忙 那我好了 就去看你们啊 总裁 来 您今天去哪儿 您认错人了 我叫的车还没到 他 是我的同事 啊 沈总今天怎么了 我是他的真正司机 班小姐 您来了 沈志锦怎么没来接我 沈总不在 带我进去吧 你敢拦我 夫人交代 从今以后 白小姐不能踏入沈家办法 我是沈伯伯请来的 未来的沈夫人 你还想不想在沈家会 白小姐 沈家已经有夫人了 一个奶茶小妹也配合我 真 沈志锦 你只用是我的 你放手 听说了吗 今天总裁过来视察工作 这政经理干打总裁夫人 不要命了 你敢这么对我 我可是总裁夫人 你工作还想不想要了 老婆 害得我一起丢了工作 你可 是你自己没有可对 有什么怪我 是你 一定是你告发的我 被拆穿了就说别人告发你 你前脚偷人 后脚偷身份 押不住的就撒泼打滚 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别人身上 苏玲 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 轮监狱 是你和你妈 还有你爸最后的结局 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 不知廉耻勾引我前卫婚夫 这一巴掌打你诬陷我 你绝对打我 我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拉开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你被欺负了 我怎么能不来 怎么样 有没有被伤到哪儿 他是想欺负我 但是我反击回去了 姜 别叫了 他借着夫人的名义在这儿 作为作福吃拿卡药 借着总裁的名义在这儿 为苦作伤 你怎么不给他开除啊 那是他赖着不走 你说我家是有老虾有小的 我要是丢了工作 这家就散了 求你守护我这一回吧 你求我啊 还不如求夫人 夫人 坐在夫人来公司那天 只有苏玲蓝和苏玲入职 坐在夫人 我都怪我有眼无助 那个 昨把苏玲当成您了 您看 求您 能饶过我这一回 放过我这一回吧 沈总 求您放过我这一回吧 沈志锦 就是被苏玲蓝包养的 穷大学生 根本不是什么沈总 你这么丑 怪不得被我耍得团团转 闭嘴你给 沈志锦是我丈夫 我们是合法夫妻 她是没钱 但是不偷不强 是金大哥才生 她是我的荣耀 暗暖 你的爱名目张胆 赤热如火 我将一颗心给你 你是我的唯一 有声之念 我竟然看到boss表白 真爱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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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鬼就不佩谈爱情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你没钱也没爱情 你的结局就是监狱 监狱 我看该对监狱的人是你 你损坏翡色手镯 还诬陷我 我已经报警了 放弃了 翡色手镯是你送的 我给你一个在祖坛面前露面的机构 你却反咬一口 警察来了 我要给你诬告 放开我 爸爸不会放过你的 他欠了一千多万的赌债 已经把你卖了 沈知景那个穷大学生 护不住你 沈知景的白月光从国外回来 你所有东西都是偷买 你猜 他会爱谁 你也是小偷 暖暖 你喜欢中式婚礼 还是西式 都行 那现场 国内 还是国外 你定吧 你在公司被欺负了 我不是小偷 你说什么 沈知景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我 暖暖发现我自己是守护的是吗 我 别说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喂 暴三有急事 急急急 江特中 你最好真的有急事 暴三 五年前救了你的那位恩人 我刚才查到他的位置了 他想见你一面 需要我安排时间吗 可以 暴三 有一份价钱文件 需要您审批 温暖暖 你现在得到的宠爱 都是偷沈知景白月光的 真不要理 他还拿你当替身啊 我不知道他是喜欢我 还是把我当成了白月光的替身 他的白月光已经回国了 苏南暖 你们是谁 谁是苏南暖 给我滚出来 这位大哥找我有什么事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大吵大闹伤和气是不是 还钱 这位大哥 我不认识你 更不欠你钱 你的要求过于无理了 不债死城 给我带上来 走 快点 苏南 我欠赌场三百 你是我女儿 这个钱呢 你必须得替我还了 五年前我被赌场的人绑架 问你要一万的赎金你都不肯 宁可花一万给苏林买裙子 现在你欠债了 想找我还债 不可能 你可别忘了 我是你亲爹 你能替审之计拿一百万 就不能替老子还债 看我怎么收拾你 谁敢动我了 别怕 我在 沈志锦 每次我遇到危险你都在 你这样只会让我更依赖你 越来越放不下你 你把我当成继续 就给我全都的爱 我怎么舍得放手 那你可千万不要辜负 我一定不会辜负 苗苗 让暖暖先走 好 怎么着啊 给我上 看在暖暖的面子上 这次不合你接近 让你下一次 我愿意稍微把你送进监许 给我滚 白小姐 你要的玉佩 我已经拿到 你答应我的事 可别忘了啊 白小姐 玉佩我给您带回来 您答应我的事 不就是把苏灵捞出来吗 没问题 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就不是你该问的 找个机会还给苏灵 白小姐 我这刚跟苏灵的死活里 你什么时候把玉佩还回去 我什么时候开始捞人 白小姐 您可要说话算数 反正我是赖名一条 到时候如果白小姐 不能对些诺言的话 那我可就只能找您了 你在威胁我 这就是我的态度 宋男男知道这个玉佩 代表什么意义吗 她不知道 那真是天助我 神之姐 暖暖 怎么了 我的玉佩 我的玉佩不见了 玉佩 子智 这是平安符 不是那块玉佩 你这是 暖暖 别说话 你只不过是一个 可怜的替身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先睡了 你出去吧 嗯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手感不对 这和你之前那个一模一样 样式一样 但作料不同 之前那块是顶级暖玉 入手温润 这块的品质差很多 可是 谁不换你玉派了 伦伦你看 这玉应该还有另外一半 你是什么时候带上看的 五年前被绑架的时候 就是你揪手负的那天 白小姐 苏娜娜没有任何怀疑 那你什么时候救我女儿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救 我看你挺缺钱的 我给你这条名目 是日记 我只是让你 把暖暖给了一百万 还给我 你竟然找了这么多人来撑场 你怎么着 怕我打死 你要是不给钱 苏暖暖将有五年日 你想怎么做 怎么做 我会告诉你的赌场的老板 苏暖暖说你 都找他要钱 他们信 那个破店 在首付慈善拍卖会上 报价二十个亿 那就是打五折 那也是报复 江秘书 麻烦你告诉他 那家店为什么 这二十亿 首付为了防止夫人的店 落入千亿之上 所以出价是 首付 沈之锦也无非是和首付同名而已 装什么装 谁告诉你 是装的 这就是你昨天犯罚的证据 律师反对 会给你送出这个 首付 他的刑期要是少于十年 你都别干 是 你真的是首付 你绕了我 是我的错 都是我错的 李绝 愣着干什么 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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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我 你放不过我 李绝 查到囊囊为什么他有首付 我都用了所有的资源 什么也没查到 包括您当年被绑架 重伤去医院输血 您是穷猫血 那天用的也全是医院的血 来源正常 和夫人一点交情 查清楚我后面也没有人介意 白小姐去过 她也是群猫血 据说是得到好心人的兴趣 这才讲得一调 我查了那天的记忽 也没有发现夫人在 白景域的附近 黑白脸的红尺 这个肯定有点情 可夫人也不是群猫血 暖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 要查暖暖外婆的讯息 要快 你真是坚强的让人心疼 你那个婚障夫妻 已经被我所记得见了 以后你就不用怕了 你来干什么 好久不见了 未婚夫 我已经结婚了 看到我就跑 好歹曾经也是未婚夫妻呢 这么逼我如蛇蝎 未免也太不经人情了吧 别把我们的婚约说得那么明 只不为婚罢了 当年我沈氏遭受灭击之灾 以变卖沈氏核心资产的去国外 沈氏差点被你弄破产 我和你 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我还是 第一次听你说这么长的一段话 看来 真的是被我气坏了 我和你无话可说 可是 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滚 你来这儿 不就是为了想找到 五年前救你的那个女人吗 你看 这是什么 五年前救了我的那个人 是你 忽然还能是谁 我手里的这块玉佩 和你随身携带的那块 凑在一起 是完整的 你不会连 祖传的玉佩都不认识吧 我就是那个 你一直都在找的 然后呢 你 你苦心寻找这么多年的人 站在你面前 你问然后呢 沈志姐 你找我这么多年 难道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你和宋娜娜闪魂 难道不是因为她像我 白子玉有病 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 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 你不配 阿姐 我不是故意离开你的 我当年真的是有苦衷 无许 我不行 当年你之所以的 承认我这个问题 是一位家族人 我可以迷我 看不下来 我爱你 你把我当什么 在我这里 什么都不是 宋娜娜娜 娜娜 我的妻子 我警告 你要敢动她 代价 为了她你威胁我 威胁 不对 我只是陈叔师 沈志姐 机会只有一次 你是要钱 还是什么都不要了 沈志姐 你一次一次地折辱我 你 十一 包子啊 这十一你说给就给 能用钱解决的 这不是问题 我看这个白小姐 就不是善罢甘休的人 沈总 善递爱的设计师送王冠来了 叫她进来 是 江总站着你坐着 你懂不懂这场规则 江总让我帮他 实实心一次 舒不舒服 他让你是你就是 他说不定 是在试探你 以后这种事情 让他自己来 哦 哪里敢试探包 江总 这是我设计的王冠 不知道符不符合 您心中的婚礼主题 符合 完美 我给你加薪 加多少 五十五千 五万 谢谢江总 那个 我老公是经大的学生 还没毕业 没什么职场经验 如果他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请您多多包涵 肯定多多包涵 你得加薪 五万人生 我也想要这样的包涵 沈师姐 这里有你的名片 沈师集团 东西送到 你就走吧 好 江总 刚才的事情 是我的个人行为 希望您不要牵手我老公 我公辞分明 加薪加五十块 亏你说得出口啊 我上次您就给加五十啊 你 夫人一次就五万 你们能一样吗 暖暖来得真强 夫人再来几次这样的突击 我肯定心机梗塞 您什么时候和夫人说您的身份啊 不从源头找到问题的所在 不解开暖暖的心思 我自保身份 和离婚有什么区别 属下已经去催了 你好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吗 我是来找你的 我不认识你 我是沈志锦的前卫婚妻 也是她的白月光 白景 如果你来 是为了跟我炫耀这层身份的话 大可不必 我是沈志锦的妻子 结婚 还可以离婚不是吗 你霸占我位置大半年 也是时候该物归原主了 沈志锦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物品 不存在让不让 就算哪天我和她离婚了 也绝对不是因为你 苏奶奶 你知道吗 我刚回国 沈志锦她就给了我一笔巨款 是你打工十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这样的爱还不够明显吗 她给你钱也不代表她爱你 要不我打电话问问她 给你这笔钱 是不是用来还几个 你 白景玉 出去 沈志锦 我才是你的白月光 你拿了钱 就应该变作 你为什么给她钱 当然是为了百步的 给了她一个钱 但是 没想到她这么不要脸 还来纠缠不清 老婆 我真爱你 干得好 就应该当面拒绝 苏奶奶 你给我等着 她是你的未婚妻 白月光 暖暖 我和她是指父未婚 没有什么感情 她也不是我的白月光 你是我此生唯一 我的心只为你跳动 我爱你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解释 我还以为 对不起 是我没有给你做过的安全感 好吧好吧 原谅你了 沈志锦 我很讨厌被欺骗 你有什么尽管说 我们一起面对 属有隐瞒 我绝不会原谅你 有一件事 老板 来杯奶茶 好嘞 必须尽快弄警 暖暖为什么讨厌我 包子 您解决 京大沈志锦的一切麻烦 这是她手写的感谢信 她想当面来感谢 我不想见她 让她别去暖暖面解惑 暖暖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再查了 一星期之内查出来 不然 你月薪口吾了 一星期一定出结果 在看什么 我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的盯着咱家 要不我报警吧 那些人是保护我们的 保护我们用的 找鬼鬼祟祟的吗 放心 我永远都在 首富夫人 感谢您和首富先生 谢谢你们资助我 不然 我的母亲早就没救了 你搞错了 我不是首富夫人 我绝对没有弄错 我叫沈志锦 是京大的学生 我的母亲 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和肾病 使你们无条件捐助 救活了他 白小姐 多谢您帮我找到了救命恩人 日行一善 是我的人生准则 谢谢你 苏暖暖 没想到吧 你最爱的人 就是你的仇人 苏暖暖 要不是你爸 我还不知道 沈志锦 是你仇人 你知道 首富沈志锦吗 知道 苏暖暖啊 最恨的就是她 她外婆 就是因为沈志锦 老年痴呆的 你骗我 沈志锦 首富沈志锦 如果不是京大沈志锦 找到我 我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 暖暖 你听我解释 沈志锦 你有那么多机会解释 偏要藏着掖着 等我发现才解释 你太虚伪了 苏暖暖 你对我的凭解太深了 我没弄清前一后骨剪 我所有的解释都想狡辩 你就是在狡辩 沈志锦 你就是个骇人精 滚出我家 苏暖暖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但我爱你 这无庸置疑啊 哼 你的爱苍白无力 恶心 肤浅 每次想到我外婆孤独地在疗养院中 我却和仇人浓情蜜意 我就觉得恶心 你恶心 我更恶心 暖暖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惶暖 恶暖 你不能直接把我死刑 乱恶 赝赝 四不松手 你手会被门夹断的 饱赝 这是夫人给你的第九十九分离婚建议 我不会欠的 您这样不行 您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了 再伤心也要注意身体啊 不喝 八三 抱歉 说给我早点查清楚事情真相 您和夫人就不会 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东勇审视集团的所有资源 将五年前那天进出医院的人 全部查一遍 重点查一下暖暖的外婆 她有没有在那天去过医院 我一定不如使命 也不知道暖暖怎么样了 又没完事吃饭 是不是很伤心 把她带来 我要见她 夫人已经从圣内亚离职了 去那茶店找 奶茶店已经很久没经营了 是你 阿锦 我错了 滚 阿锦 当初离开你是我不对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爱你 不是你去拿那个大学生去暖暖店里挑衅 你这根本不会知道 阿锦 是会让我觉得很可惜 阿锦 你怎么能那么想我 我只是偶遇她 她说 她想当面感谢恩人 是你告诉我 你结婚了 苏暖暖作为你的妻子 难道没资格接受大学生的感谢吗 你还在以为脚余 是悔改 和暖暖本应该和平几次矛盾 横插一脚 白血运 我先用手段对付你 别挑战 别挑战我的底线 这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滚 站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送 如果你不想离婚 两年后 我会去法院起诉离婚 从此以后 我们一别两块 一别两块 你想离婚 是有丧 神之间 我每次看到你 就会想到神之不清的外婆 你是首富权势滔天 就可以藐视普通人吗 想让我原谅你 除非我外婆清醒过来 什么呢 你没有商量对一题吗 什么呢 我没问题 房东太太 暖暖麻烦您照顾一下 这夫妻哪有不拌嘴的 床头吵架床尾和 沈志锦老婆是需要哄的 阿诺根本不想见到我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外面稍有动静 他就打开房门叫你名字 怎么不想见 我一定查清十年人类 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温暖面前 宋暖暖 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阿锦 喝了这杯酒 我再也不纠缠你了 阿锦 放开 包子 我带你去酒店 李 暖暖 我支持你离婚 可是我真的好爱他 六六六 没错 你回去吧 阿锦 你和沈志锦好像 阿锦 暖暖 阿锦 沈之锦 你无耻 你们睡了 我愧对我们 阴差阳错的事情 哪里有愧不愧对的 这段时间你魂不守舍 如果实在舍不得 我和他绝无可能 暖暖 看你这样为爱受苦 我很心疼 你外婆神志不亲五年了 他希望你幸福 你和沈之锦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帅哥是我从小到达 唯一的亲人 他被沈之锦强迫献血 得了老名痴呆 那是我一生的噩梦 查到了 查到了 说 夫人外婆的血 是输给白锦鱼的 我外婆是白锦鱼和我爸活生生害傻的 暖暖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对不起 我之前误解你了 没事 你怎么也有一块玉佩 玉佩 你看 我也有一块 赝品也好意思拿出来啊 苏南暖 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 东施笑皮 你怎么知道我的是赝品 玉佩是沈家的传家宝 用的是最好的养殖玉 你的玉佩 是低劣的 仿制品 苏南暖 你真不要脸 我的玉佩被人调换过 证据呢 没有 但我是珠宝设计师 绝对不会看错 沈之锦 这就是你挑选的妻子 一个只知道劣质模仿的小偷 暖暖的玉佩是假的又怎么样 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 白锦鱼 你父亲为了让你能活命 婆生生把我外婆的血抽干大半 你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愧疚 我也想到 我身上曾留着你外婆那个穷鬼的脏血 我就恶心 网恩负义的狗东西 你敢打我 他能给我们这种上等人献血 是他八倍的修来的福气 这样的福气 给你要不要 阿锦 我那么喜欢你 你就不能回头看我一眼吗 喜欢我给我下药 白锦鱼 你的喜欢 让人不寒而泥 各度之气 苏暖暖 你给我等着 别怕 我三 我三 赔锦鱼竟然绑架了我闺蜜 苏暖暖 苏暖暖 你抢走阿锦 就得死 带走 是 文蛋 我给你们一千万 是让你们绑架苏暖暖 不是绑架我 闭上你的臭嘴 你不应该在监狱吗 你不应该在监狱吗 可意外是我女儿苏凌 死在监狱了 白锦鱼 你得为她偿命 他们是你的人 他们可是 赌场的亡命徒 我已经通知沈之警 让他带一百亿来 否则的话 就杀了你们 你还配当父亲吗 五年千 你就该死了 苏凌才是我的亲女儿 你只是捡来的 苏凌入狱 你也有责任 他罪有应得 别动 你们先动在这 别动冷冷 把他们绑起来 别怕 我在 谁到处 我们就走 老实点 沈之姐 告诉你个秘密 白锦鱼让我换掉了苏暖暖的玉佩 她才是你一直寻找的人 原来我爱的人始终都是你 我们走 双双宝头 别动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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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暖暖 我说过 我永远都在 Boss 来 来帮我解开 苏暖暖 我走不到的 你也休想走到的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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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沈之锦 我全都想起来了 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你 暖暖 你就是我的白月光 我爱的也是你 你是我的唯一 你是我的荣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以 不可以 我想 不可以 我 sponsoring 我一櫃 我一櫃 像我一櫃 我一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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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櫃 我一櫃 你一櫃 我一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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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